为了要帮助心脏发生问题 紧急需要抢救的人 宇阳文教基金会和社会救济事业协会 上个礼拜六特地捐赠了两部AED 自动体外心脏除占器 给暖暖博爱之家 以及七毒水样休闲会馆 希望在突发事件发生的时候 可以救人一命 身兼宇阳文教基金会理事长 以及社会救济事业协会理事长的 立委徐少平 分别把两台自动体外心脏除占器AED 捐赠给博爱之家董事长林水木 和七毒水样休闲会馆经理林建凯 希望可以在遇到民众心脏有突发状况时 可以立刻用AED救人一命 我们这次救济协会 跟宇阳文教基金会 各捐赠一台这个AED 因为救济协会 常年以来都是非常关心老人家 所以我们捐赠一台给博爱人家之家 那这个水样 这个七种百湖的水样 是一个游泳池 我是觉得说 因为很多人在那里游泳 游泳也可能发生心肌梗塞的这些问题 所以我们宇阳文教基金会 也捐赠一台水样 就是百湖社区的水样 那我是觉得说 现在人呢 因为心肌血管的毛病很多 我们卫福部已经宣告 就是说 政府已经宣告说 在公共场所都需要有AED 这样的叫做小瓜电极器 来做急救的工作 我觉得这个非常有效果 那么我们也希望 这个抛砖引力 也希望有更多的善心人士 或者团体来捐赠AED 给一些需要的这些公共场所 或者需要的这些机构 这项捐赠AED的仪式 特地选在上礼拜六 社会救济事业协会 召开大会时举行 由于根据统计 心血管发生问题 导致死亡的案例 已经高居台湾疾病死亡 排行榜第二位 因此社会救济事业协会 以及游阳文教基金会 希望抛砖引玉 让更多人关注这个问题 记者吴俊松 采访报导